欢迎收听还在听我是容少爷 我是你们的老编 一直收听还在听的听众朋友应该知道呢 还在听对于推广创作歌手不遗余力 那我们在之前呢 其实我们介绍了蛮多的创作男歌手跟女歌手 比方说男歌手我们介绍过 吴思凯啊 余晨沁啊 张洪亮啊 女歌手我们也介绍过 王新莲啊 张小文啊 陈冠茜啊 我们今天呢 又要来做一个新的男创作歌手特辑 对材质专题又一旦 今天我们要介绍了这三位 材质都是这个不同类型的这个书生的材质 我们就直接来 因为这个感觉我们自己介绍歌还蛮多的 三个材质都是大家的时间 废话不多 这三个都是多产 都是非常多产的材质 第一位 游鸿鸣啊 想到游鸿鸣你会想到什么样子的 怎样的型的这个书生呢 老编想到的就是 大学时期会骑那种光阳野狼 然后很会弹吉他 很会打篮球 不上课的那种很漂配的那种学长 对对他真的就是有学长会翘课 然后就载着学妹可能去山 乌来啊或者是去淡水 或者是阳明山看夜景的那种学长 对对对 然后晚上会弹吉他给那个学妹听 然后学妹会围着他这样每个都花痴乱战的 因为因为他很高嘛 然后人感觉就是一个蛮打吃的 对然后讲话又还蛮风趣的 真的就是感觉就在大学会超受欢迎的那种学长 对 游鸿鸣有很多这种 他很会写这种有气质的这个狗血系的这个情歌 梦婆汤啦 夏沙啦 一天的学啦 真的都是有气质的 但是又很拔烂的歌 今天我们来介绍的是他这个1994年 这应该算他的这个蛮前面的这个成名代表作吧 恋上一个人 非要等到爱远走 分两头 才知道多不舍你走 留在午夜梦回醉 靠了心 伤心对自己说 非要等到爱远走 分两头 才知道谁都怕寂寞 一直有句话要说 你是我 今生今世的守候 非要等到爱远走 分两头 才知道多不舍你走 留在午夜梦回醉 保了心 伤心对自己说 非要等到爱远走 分两头 才知道谁都怕寂寞 我必须要说 我对刘红明写的歌啊 我有一个既定印象 但是呢 这个既定印象 我就想要跟老编 好好讨论一下 我觉得优红明 很会写一些台式情歌 就是很台的芭蜡情歌 但是我必须要先说 我今天讲的台式呢 并不代表是一个 好像是一个负面的字 我觉得台式情歌 对我来说的 就是可能以台湾人的角度来说 它的旋律是我们听了 会觉得非常的舒服 觉得很抓耳的曲式 那我不知道 老编对于台式情歌 你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是啊 我觉得台式情歌的感觉就是 它是在台湾的流行范畴里面 跟在当时流行的你说什么西洋 或者日本的那种流行歌 它的曲式走法就是不同啊 然后其实游红明啦 或者是像潘邪庆 我觉得那个时候对我来讲都是 很会写这种很好听的台 台式情歌的代表人物啊 我觉得恋上一个人也是 然后他那个副歌 对啊什么分要等到那个什么 爱远走分两头对 我觉得这首歌超台 超台 可是就是你讲的很抓耳 就是你听一次副歌 你就会唱 而且我觉得台式情歌 有一个特点就是 就是很适合在KTV发挥 对 因为呢 他就是在潜贵唱 因为这个旋律呢 台式的情歌通常就是旋律高低起伏 是很明确的 你就知道一到了副歌 异扬程度让人家觉得 而且一听哎呦 这首歌还这么好听 那种感觉 对 而且我觉得很多台式情歌 有个特点 就是主歌 大家都唱不齐全 可是唱到副歌的时候呢 大家会一起唱 因为每一个人都会唱 对 因为台式情歌通常都是 主歌跟副歌之间的落差 就比较大 可能主歌的部分呢 可能就是稍微平淡一点点 但是到了副歌的时候 那整个情绪的起伏 或者是旋律的那个异扬 然后真的就很明确 我觉得真的就像老编讲的 主歌没有人会唱 大家主公就是副歌的后啊 对 一定要副歌进来 大家才会想 哦对对 这我也会唱 然后没人开始抢麦克风 这样子 恋上一个人太红了 所以后来这个2002年 尤后明又写了一首 这个恋上另一个人 就把恋上一个人的这个副歌 我刚讲了 就是很强的副歌 又把它放进来了 这首新歌里面 就是成了一种 很特别的 就是经过了这个十几年 一种呼应的趣味 这样子 尤后明自己的歌 就是红的太多了 很多他写给别人的歌 你可能之前都不知道 是尤后明写的 今天我们整个系列介绍下来 你就真的会对于尤后明 真的会觉得另眼相看 他写了这么多 这么好听的商业歌曲 没错 1997年 尤后明因为写了这首歌 入围了这个金曲奖的最佳作曲人 你就可想而知 这首歌的曲真的显得很好听 谁的歌呢 柯以敏的爱我 没有你我变得好贫穷 在人世中 伤你左右 我想我连什么价值也没有 爱我 以为你我变得好负荣 在你怀中 被爱占有 那种满足是一切都比不过 这首歌 这首歌我就必须说 就一点点跳脱 我对于尤后明的台式 是不是 我觉得这首歌就写得非常的高雅 再加上我觉得柯以敏 那个无敌的中音 把这首歌的那个质感啊 唱得又典雅又高级 这首歌就是一首 超高级的无敌的抒情歌曲 对 这首歌里面这个柯以敏的这个唱法 跟他之前唱那个什么断了线 不太一样 他这个气又放得更精准 就是爱我 副歌出来 还有前面主歌 也唱得超有气质的 因为这首歌实在太成功了 所以后来这个尤后明 又跟柯以敏又合作了一首 拥抱我 有点像是爱我的这个续片 续集的作品 也是很好听的一首气质情歌 接下来我们介绍的这一个歌手 他也是跟尤后明 有好几次的合作 而且我特别讲一下 这个歌手 他在唱这首歌之前 也是 消沉了一段时间 谁 这位女歌手是 邱海震 他1993年 在放下感情 这张专辑里面 唱了游鸿鸣的作品 你说你比较习惯一个人 你开始不问不问 说你比较习惯一个人 于是我被放弃 脸上留后一个吻 你都不肯 你开始不问不问 说你比较习惯一个人 我的爱要顾回来 又怎么能 像谁的怀里 飞一半 我会觉得啊 是有点像是 游鸿鸣真的是救了 邱海震的歌唱生涯 我相信 因为邱海震在这之前 就是出了什么 纽约之恋是不是 可是我觉得就是 没有把他的整个声音 的那个特殊点给带起来 结果没想到呢 邱海震他其实最合拍的 就是游鸿鸣的台式情歌 没错耶 就邱海震试过了这么多种 这个组合 这个创作可能性之后 跟游鸿鸣 我觉得真的是一拍即合 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完全 让邱海震是咸鸣翻身 所以他后来又跟游鸿鸣合作了 更红的一首歌 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还有像在1994年有介绍过 对还有后来的懂爱的人 也都是游鸿鸣的作品 对啊 所以就知道 就像陈淑华跟李宗盛吧 有的时候真的 你试过之后才知道说 原来这个 伯乐就在这里 就在这边 这个 我要帮助你重新塑造了你的歌唱生涯 我觉得这真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 合拍 游鸣写国语歌 有他厉害的地方 但是我们要特别强调的一件事情是 他写过好多首 超级好听 有气质 而且简单来说就是很高级的台语金曲 很hit的台语金曲哦 我们今天介绍的第一首歌是 美红季啊 陈美凤个人第二张台语专辑 也是他的台语生涯歌唱代表作 欢花 都是梦 都是梦 梦 都是梦 就在這一個無心魅力 情夢夢夢 已冤心湯湯湯 想湯漏水 明明受傷 就像不願望 流過受氣 我也是遇到一个无心灭 都只是祝典 在一条乱梦 偏偏为一 梦也修行 一九九五年 这应该是首男女对唱 跟五浩哲的男女对唱 这是一首很有层次的台语 词曲创作 有口气 很高雅 又有流行度 难怪 这个还是一样 游鸿鸣的副歌 记忆特别深刻 对 一想到这首歌 一想到美凤姐 人啊 是天啊 对 无心的人 对 其实美凤姐 想想是不是有点像台语歌坛的嘉玲姐 我想问 就像美凤姐 她在出台语专辑 她是在出个人专辑之前 她不就像是那种秀场型的艺人吗 就是她没有个人的作品 她就是唱一些别人的歌 好像 然后呢 在她真的开始发个人专辑的时候 她才有真正自己的代表作 但是我会觉得 美凤姐的唱腔或歌喉 虽然不是到拔尖 然后她的歌声的辨识度也没有到那么高 但是我真的觉得 游后明就很会用这首歌 那个优美的旋律 能够把美凤姐她声音里面那个温暖 或者是那种很 有点带着一点点性感的那个感觉 给凸显出来 对对对对 我觉得歌唱实力先不讲了 因为我刚才会用嘉玲姐跟美凤姐 摆在一起比 就是 他们两个都是属于 老实说歌声本身没有特别突出 但是都唱到了好歌 我觉得这首歌就真的就是太适合陈美凤来唱的好歌 所以 因为这首歌 好听嘛 所以后来也有人翻唱 我记得江慧是不是有翻唱过 对 更精致的唱法 而且连卢广仲也翻唱过这首歌 对对对 广仲啊 他对于很多其他别人写的歌 我觉得因为他自己是作曲人 所以他对于别人写的那个旋律 他的那个get到是很 很精准 他就认为说 哦这个人 他常常就是会去说 为什么别人写的歌 这个旋律怎么好听 那像 他去分析 对对 他就觉得这首歌的旋律就是超好听 还有他也称赞过 比方说 呃 梁永奇的洗脸 他也觉得像道的副歌 也都是超好听的歌 这个美凤姐跟游鸿明 其实不只合作这一首 这个 之前 94年还有一首 没人放过去 没人放过去 对 也是美凤姐的代表作 所以你看 游鸿明是不是 跟柯一鸣 也是好几首 跟球海正也好几首 跟美凤姐也是 代表说他的歌就是 对于这些歌手来讲 一唱就重 所以一直很想跟他合作下去 接下来这一位 也是台语歌手 台语歌坛 这个顶尖的歌王级人物 红荣红 在这个1995年 那是我回头来看你的手 看你的手 看你的手 你来念 那是我回头来看你的手 你的手 那是我回头来看你的手 面对君的感情 你怕胜安穿我来心 真是不是爱你的理由 你若帮着我永远是一遍 我对红荣红 他真的是80年代 跟90年代初期 真的是台语界的 天王中的天王 天王 他在80年代 他真的有很多首个人代表作 然后对我来说 因为我是从90年代开始 在真正听红荣红的歌 我记得他在90年代 有蛮多的个人代表作 像是红红 有这么多年 还有春天哪 这么伴 那接下来就是这一首 那是我回头来看你的手 对 其实在整个90年代的 这个新台语的风潮中 大家第一个会注意到的 真的就是江慧了 那其实在80年代 红荣红跟江慧算是齐名的 就是除了两个人 也有一些绯闻之外 就两个人在这个 都是少数能够把台语歌曲 唱到国语听众心中的 这个代表人物这样子 那在1995年的这首歌 我觉得就是在这个 清新的曲风之外 他还是保有了这个歌王 这个很招牌的 温柔敦厚大气的歌声 这样很好听的一首歌 讲到了这个红荣红 金曲歌王 接下来 这个是金曲歌后 也唱过永明的歌 1999年 黄以玲 我们是不是也是 第一次介绍黄以玲 我们真的很不尊重以玲 真的假的 我们这是第一次介绍以玲吗 对 我们常常觉得说 有些歌手 我们应该早就介绍过了 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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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能94年 我们介绍过爱情的酒 都买到 有吗 有有 还好 还好 对 黄以玲 1999年 来 你来 没在的 前面 我爱的 他 买来 你 开 你 说过 大小 是 害 三年 海 世 也是 去 去 你 尽快 都没你 吃心 都吃 你 我 跟阿嬷 问 阿嬷的 情快 是 什么 你 说 千年 爱 无 养 去 我真的必须要做 真的 这是一首台语作品的登峰造极之作 登峰 对对对 没错 所以 很厉害 这个尤鸿鸣写这些台语歌 完全写出了新高度 有没有 没有错 好 这首歌 我们先说 它的旋律 就是 跌宕起伏 优美的不得了 但是我们真的要好好的说 这是这首歌的歌词 歌词 是许常德的歌词 我大学 我们的通识课 有特别把这首歌 拿出来教学 我们 我大学 修了一门叫做 古典 古典情诗的通识课 我们老师 就有特别把这一首 无理的尖坏 无字的琴匹 这首歌的歌词 特别把它拿出来 跟大家讲解 这首歌的歌词的意境 你就看许常德 他写得有多好 对 这是 这是一首很有画面的歌 这歌词本身讲的 就 就要再说一个故事 嗯 说 阿嬷一直珍藏了一封 这个情书 对不对 然后 这个 故事的这个主角 想要知道说 诶 情书到底写了一些什么 好 就是阿嬷开始在讲 他过去跟这个 无缘的爱人的 这个故事 这样子 嗯 我觉得 我先讲一下 这个黄以玲的歌声 我觉得 我一直很喜欢黄以玲 她的这个 带了一点点神经质 的那种 控诉的那种口气 因为她的 对 因为她的声音 跟那种江辉 刻意要 不是不能讲刻意 跟那个江辉二姐 很 完美的那种风格 不太一样 我觉得 黄以玲的声音 一直是有点怎么样 就是免礼藏针 带了一点点 刺刺的感觉 就是 跟那个江辉二姐 那种 把所有的事情 都可以处理得 这么完美的 那个态度 不一样 但是 所以说黄以玲的歌声 也是一样 就是 会让人上瘾 一旦你习惯 她那种刺刺的感觉之后 你听她的歌 就会有种特别的 你知道 一直被她的歌 给吸进去的感觉 我觉得这首歌也是 对我来说 这首歌就是一首 不管词曲演唱 编曲都是一首 非常完美的歌 然后再加上 整首歌描写的意境 让我来说 我觉得她就是 像是写一个极短片 尤其是歌词的 最后两句 她说 跟最后一句 它就是一个 一个微转折 我觉得她整个描写的意境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深远 而且非常能够让人家 不断地去吸进去 她歌词里面的意思 对 我觉得这首歌 不只是黄以玲的代表作 也是 我觉得是 台语歌 一系列 我们这样子介绍下来 很重要的 你刚才讲的没有错 登峰的作品之一 好 我们讲了这个 学长型的游鸿鸣 书生之外 二号来了 这个歌手 应该是书生的标配版吧 戴眼镜 皮肤白 斯文 小眼睛 就是 很像是那种 我在大学时期 在茶艺馆 会看到那种 一个人坐在那边 看村上春树小说的那种 那种的那种书生 看起来很平静 很甜淡 但是其实内心是什么 风起云涌的那种 标配书生 谁类 大家来想一下 我们刚刚讲的东西 凑在一起 是不是就是玲瓏玄呢 就是玲瓏玄 刚刚 游鸿鸣是学长 这个可能就是 一起上课 你可能不会去搭理的 那个同学了 一起上通试课的 某个同学 但是你不会记得 你不会记得 这个人叫什么名字 你可能也不想 跟这个人同一组 那种感觉 感觉有点过 感觉看起来有点过度安静 你怎么觉得你有点在羞辱 不是这个意思了 我们是说 玲瓏玄老师 真的看起来就是一个 标准的书生 这样子 就是那个 平常在班上 你不会特别注意 但他可能一唱起歌来 你会被吓到 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讲 这个玲瓏玄的成名作 是在这个1986年 这个大学成的这个 比赛的合集 里面的三分之一的时间 我用三分之一的时间 投入对你强烈的思念 即使环境如此繁杂 时刻也不会改变 我用三分之一的时间 投入对你强烈的思念 即使你从不在乎 我也不会改变 我用三分之一的时间 投入对你强烈 这首歌是男女对唱曲 它是跟这个 商宜文合唱的作品 这档专辑其实 标题曲还蛮有名的 叫飞扬的青春 对对 是首这个那个时候的 这个比赛优胜的歌手的 大合唱的作品 所以还有丁小文 对不对 对还有丁小文 但是在这档专辑里面 除了这首大合唱的 非常的青春之外 另外一首老编在当时候 注意到的歌曲 就是这首三分之一的时间 你那时候就对 这首歌是有印象 对玲瓏玄是有印象的 是不是 有印象 因为我很喜欢这首歌 其实这首歌是有一点像是 开始要往流行歌曲 转的名歌作品 其实还是可以听到 名歌的那个 本质在里面 但是已经开始加入了一些 新的东西进来了 那时候我对这首歌 就非常非常的有印象 于是后来这个玲瓏玄 他在滚石也发了个人专辑 然后后来陆陆续续 他又在服帽 对不对 又发了其他的作品 就开始注意到说 其实这个看起来 有一点过于安静的书生 其实唱起歌来 那个情绪翻腾的还蛮厉害的 这首歌我老实说 我第一次听 然后我第一次听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他有点像是Elton John 因为他就是以钢琴为主 然后有点像书生摇滚 而且我个人 我个人觉得很有印象 就是这首歌 他在跟尚一文合唱 那个1986年那个版本 我觉得到最后 玲瓏玄的唱法 就有点暴走了 你知道他就爆冲了 就是有点 你也知道吗 就是因为他的形象太书生了 他就怕你会忽略他 他就要用一些方式 让你记住他的演唱 就是可能 就是把他的声音给标出来 这个东西 似乎也一直 就停留在这个 玲瓏玄的形象里面 例如说他在1992年 他就发了一张专辑 专辑名称就直接 讲出了很多人 对他形象的想法 叫做不够大胆 这张专辑有他的一首 很红的主打歌 叫做 我爱你这样深 我爱你这样深 日月星辰可为正 一朝决心不再为你等 请难免双雪难分 我爱你这样深 哪怕下雨都累着 一朝决心不再为你等 情意难免 双雪难分 日月星辰可为正 每次你讲到这个歌名 我立刻就想到 后面那一句歌词 然后因为印象非常深刻 这个应该是90年代早期 那种新古典风的 国语歌曲的代表作之一 这首歌据说是 玲瓏玄那时候 他跟他本来要结婚的对象 就是分手 然后呢 他在情绪很低落的时候 好像靠 只用了五到十分钟的时间 就写出来了 然后这首歌 好像被退了很多次 最后呢 用这首歌就是跟 福茂签了约 在专辑里面 就是放了这首歌 我想问老编 我对这首歌 我有一点点小小的意见 因为就像刚刚老编讲 这首歌有点想要打 就是新古典风 所以他里面 放了非常多的 中国古典乐器 他用了中国的横笛 还有很多的古增 但是本人觉得很不搭 我不知道你会这样的感觉 有 我有这样的觉得 因为这个曲其实蛮流行的 就是有一点是为了要 就是搭那个时候 有这个也算蛮主流的 一种曲风 就是所谓的就是 现代派的中国曲风 所以加了这些东西进来 我是觉得好像有一点刻意 就是没有觉得 跟这首歌有这么搭 但是因为这首歌 后来真的就是红了 所以其实某方面就是 反正他就是奠定了 这个玲珑玄90年代 情歌王子之一的地位 就是这首歌 有把他的知名度给拉出来 对都已经告诉 都已经告诉你了 就是他怕你觉得 他不够大胆 所以他尝试各种乐器的搭配 对 其实玲珑玄除了自己 是这个情歌王子的代表之一 他其实写了好多的情歌 介绍介绍这三位 都是金曲歌王 他们都唱过玲珑玄的情歌 而且都非常的好听 跟有名 第一首 这个是金钟金曲的双料歌王 殷正阳的代表作 《无尽的港口》 我不爱流浪 却无法破案 每一个码头 都是附近的港口 每一个码头 都是附近的港口 《无尽的港口》 三届金曲歌王 殷正阳的代表作 《无尽的港口》 这首歌 我觉得蛮有趣的 因为他也是在讲一些浪子的漂泊 但是呢 殷正阳的浪子的漂泊 就是旅游 就是出游在外 就无法回家 你不会觉得 他就是一个像王杰那种漂泊感 他就是一个 他就是一个纯真真诚 一个正直男人的漂泊感 我觉得听他唱这首歌 个人觉得非常有趣 王杰的声音 真的就像是这个漂泊的男人 什么离家出走 不想再回来 殷正阳的声音 比较像是只是去游学 在一个月之后 还是会回来的 王杰就是他没有家 无家可归的那种漂泊 殷正阳可能是 爸爸妈妈出钱 让他出去 就去游学一下 那种感觉 我很喜欢殷正阳的声音 不过你老实说 他的声音太完美了 他的唱腔太完美了 就是还好 我觉得这个林隆轩 有用这个 《无尽的港口》 这首歌里面的一种沧桑感 去平衡了 殷正阳过于完美的唱腔 所以像这首歌 我觉得达到了 一个很好的balance 你不觉得 就是殷正阳 就是声音太完美了 太像一个好学生了 于是 用这首有点苍苍的歌 去平衡了一下 他那种过于正面的感觉 给人家留了一点 人的味道 另外一个 这个金曲歌王 他的出道作 也是玲珑悬写的 爱你爱我 爱你爱我 我们爱这个错 爱你爱我 是否爱你爱我 我们爱这个错 爱你爱我 爱你爱我 我们爱这个错 爱你爱我 是否爱你爱我 我们爱这个错 我们爱这个错 这可是张信哲的出道曲 我觉得这首歌 对我来说非常特别 是张信哲的唱法 跟他后面的唱法 完全不一样 他有点就是刻意要学 当时王姐已经很红了 好像故意要用那种 有点沧桑不羁的唱法 我觉得阿哲那个时候 还在寻找自己的声音 你能不能觉得 就是在寻找自己到底是什么 但是他的声音的本质 其实是很纯净的声音 所以他即使努力要去 表现一点率性 你能不能觉得这首歌 努力要表现出一些率性的感觉 但是我听到的还是一个 那种很纯真 很善良的好孩子的形象 但是这首歌还蛮成功的 因为他 因为这首歌的就是 情绪起伏 主歌副歌的搭配蛮好的 所以的确让这个大家 记住了张信哲这个人 所以后来张信哲去当兵 唱了几首大红的作品之后 去当兵 回来重新出发的作品 他也找了林隆璇帮他写 那时候帮他写的另外一首歌是 难以抗拒女荣言 对 然后帮助这个阿哲当兵之后 可以重回到流行市场 所以可以感觉得起来 就是张信哲跟这个林隆璇之间 还蛮有默契的 知道怎么去掌握他的歌曲 第三个金曲歌王 唱过林隆璇的歌 这个就是大名鼎鼎 歌神张学游 1996年在这个 忘记你我做不到专辑里 唱的《漫漫》 没有一点点的味 慢慢慢慢心变成天 慢慢慢慢我被拒绝 你和人远走高飞 要我如何收拾着 这首歌不是一首主打歌 但是就是因为这首歌 难度很高 我觉得玲瓏玄写了一首 就是可能就是为张学游 量身打造了一首 不是书生型的大气的书情歌 给张学游唱 结果因为张学游唱 张学游唱 我觉得大师 歌神一出手 辨知有没有 他就是把这一首难度非常高的 拦掉书情歌 整个层次感 他的整个技巧的使用 他里面有非常多的高音 转音滑音 我觉得张学游 真的唱得淋漓尽致 我觉得张学游 抓住那个每一个细节 慢慢的去发挥他 就跟这首歌一样 他没有很着急的 要去唱这首歌 他是真的在 经营这一首歌 每一个情绪 每一个细节 把那种有点神秘 有点华丽的曲风 就是掌握得非常的好 而且这首歌 就是因为难度太高 在最近好像就有 蛮多的选秀节目 或者是电视节目 就很像像胡彦斌 薛之谦 周笔唱 都会特别挑这首歌 在节目当中演唱 因为非常能够展现 歌唱技巧的一首歌 但是我觉得听完一轮 你还是觉得 真的只有歌神唱得最好 对 讲起来 林隆璇也靠这首歌 后来就赚了一些板碎 一次演唱节目唱一次 他就要拿一笔板碎 不错 虽然不是主打歌 但是仍然是这个 让大家记忆深刻 讲到林隆璇的作品 就不可不提一位歌手 就是周慧敏 那首留言 那真的是男女 对唱的这个经典代表了 对 我们也介绍过 林隆璇写给周慧敏的 心事重重 在玉女特辑的时候 也讲过 不过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呢 是周慧敏的个人第二张专辑 尽在不言中 能不能就让一切 尽在不言中 我们之间无法言语 不要去可以经营所有的话语 我和你 尽在不言中 这首歌1993年这张专辑 现在不言中 我觉得这首歌唱起来更娇滴滴 更像个惹人恋爱的公主 我觉得刘言真的就比较像是比较传统的书型歌的曲式 这首歌对我来说啊 他好像流行感没有那么那么那么的商业 然后呢 你知不知这首歌是完全没有前奏的 直接就进入歌 对对对直接进来 那我觉得就是把周慧敏那种很温柔 真挚的情感 我就整个带出来 再来 我觉得从这首歌 我听到一些周慧敏的一些母爱的感觉 跟大爱的感觉 好像有一点 好像有一点 就是不只是小公主 也有一些母后的感觉 对对对 这首歌也很好听 然后在这个福茂时期 周慧敏也是在福茂 这个年龙玄帮这个同门的这些歌手 写了一些歌 接下来这首歌是这位这个大陆歌后 在台湾第一首走红的歌 纳音的白天不懂夜的黑 像白天不懂夜的黑 不懂那星星为何会追跌 你永远不懂我伤悲 像白天不懂夜的黑 像永恒燃烧的太阳 不懂那月亮的阴圈 你永恒不懂我伤悲 像白天不懂夜的黑 大家还记得纳音在台湾发了第一张专辑 叫做为你朝思暮想 我觉得那时候 我好像跟老编讨论过 这首歌可能就是题材错误 纳音呢 就是一个东北的汉 一个大妞儿 一个汉妞儿 然后你把它变成一个 就是江南的一个小村姑 那就是整个味道就是不对 不对不对不对 我觉得这首歌 林永玄帮他找到了定位 纳音就是要唱这种飙高音的大哥吗 不用客气吗 他就是一个汉妇 你干嘛让他唱这些娇滴滴的 为你朝思暮想 完全不搭 就是要唱 你永远不懂我伤悲 直接把桌上的盘子 跟碗全部丢出去 在你脸上 你永远都不懂 直接爆炸给你看 这的确才是纳音该走的路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介绍一首 纳音的歌 但是就不是来自于 书生标配的玲珑玄 是来自于我们今天的第三位 书生才子 我们把它留到知音时间 再为大家介绍 这位知音时间的来信 其实帮我们引出了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第三个书生歌手 是来自Alan Ling 他说我们的节目很好听 然后对于六年级后半端的人来说 有满满的回忆 希望能一直延续下去 他是因为我们能够介绍小刚 就是周传雄 也就是我们的书生三号 书生三号 我们刚刚介绍到 游侯明是学长 然后联盟选就是班上同事课 你不会注意到他的同学 小刚 就是我们介绍过 可能就是救国团里面的辅导员 对对 但是我觉得小刚分两个时期 他小刚时期的确就是救国团 大哥哥那种带团康的书生 或者像那种 又又台的水果哥哥那种感觉 但是他周传雄时期 那个旭湖流那个 那个完全是另外一件事情 他两个形象其实差距很大 那个人设你觉得比较偏什么 好像也不是学长 有点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神秘的独行侠的感觉 永远戴一个墨镜 他那个时候的形象对不对 留个大胡子 然后戴墨镜 然后穿衬衫 宽松衬衫 然后扭扣 可能三个不会扣的那种 对对对对 然后头发又有点 遮住自己的半张脸的那种感觉 就是有一种神秘的大师感 但是其实 因为这个小刚的 这个身材感觉还是有点单薄 就觉得 有一点在古 古在什么山洞里面 待得有一点久的人 有点不在知道外面 发生什么事情 眼睛 眼睛没法再看到光了 所以要戴墨镜 其实小刚 他本来出道是要当小虎队的队员 对对对对 大家很意外吧 他是哦 对啊 所以他后来 他后来没有进小虎队 因为他就想要走创作的路线 我们刚刚提到就是 纳英也有一首歌 名曲哦 是小刚写给他的 在这个2000年的心酸的浪漫章专辑里面 纳英唱了一首出卖小刚的作品 你的诺情出卖 我的爱情 赔了我的命 我卖了一个世界 却换来回几 哦耶 你的决情出卖 所有爱情 好恨一下子清醒 感情像个闹钟 按一下就停 我觉得心酸的浪漫这张专辑 我觉得很两极 你看有那种 好像看过过境千凡的 回味过去美好 然后又释然的心酸的浪漫 但是有这种 还那种控诉行到不行的出卖 我觉得有点人格分裂的一张作品 对 但我觉得就是很明显嘛 就是说 希望一张专辑里面什么歌都有嘛 也要有那种 可以帮那个纳英走出一些新风格的 心酸的浪漫 比较柔缓一点 对不对 但是又很害怕说 这首歌会不会不中呢 所以还要再找周传雄小刚 再帮他写一首出卖 就是维持那种征服的那种感觉 对不对 比较大歌的 比较控诉型的歌曲 这样子 这个小刚自己的 这个演唱的作品中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 我觉得这种歌也真的是蛮有名的 这是1992年 小刚自己唱的 哈萨雅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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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朵小野菊 迎风摇引 江小美丽 使我想起你 轻轻再想 风给了你 你是否欢喜 哈萨雅琪 哈萨雅琪 这首歌 其实我觉得藏了蛮多名 首先呢 我问你哈萨雅琪 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 大家可能会觉得 可能是一朵小野菊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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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觉得我特别为了这首歌 做了一下功课 这首歌呢 这首歌应该是小刚 它有点就是改编了 斯洛伐克的民谣 好 斯洛伐克呢 它有一个民谣就是这种跳舞的歌曲 它就是这样子的曲风 它有点像就原封不动的 把它移植过来 然后加上一些国语词上去 所以呢 它是带着斯洛伐克的民谣感的曲式 但是呢 它的歌词哈萨雅琪 并不是一朵小野菊的意思 它是从日文来的 哈萨雅琪叫哈萨雅琪 对不对 但是它其实要讲的呢 应该是日文的 阿萨雅琪 就是晨光的意思 但是呢 是这个意思 它原本是不存在于 这个斯洛伐克的民谣里面的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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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它可能要说 因为有晨光 然后呢 一朵小野菊 飘摇 因为晨光就带来一种 一种希望感嘛 但是呢 日文的阿萨雅琪 它又特别加了一些子音 然后呢 又让它的育母 可能比较符合 所以从从阿萨雅琪 变成哈萨雅琪 我觉得 我觉得小刚你也是真的 管了蛮多弯 然后大家都认为说哈萨雅琪 是一朵小野菊的意思 但是并不是 难怪收入这首歌的专辑 叫做花花世界 它的确是把 世界上各种不同的元素 都用进来了 不过这首歌 现在可能就变成一些 普普妈妈们 在做一些 早操啊 晨舞的时候 可能会用到的歌 然后 如果大家去YouTube上面 找某一个版本的MV的话 还会看到 是不是小刚 他就是 真的就很像水果哥哥一样 就是换了各种不同的造型 在唱这首歌 很特别的形象 这个真的跟 后来用周传雄的名义 在创作的这个 同样的这个小刚 真的形象是差距非常大 这个 不只是留胡子这件事情 他写出来的歌的感觉 也都很不一样 就像是1998年 他帮这两位港星的男女对唱写的 这是陈慧玲跟冯德伦的 北极雪 你又试着了解 试着体会 用心好好感觉 然后你才能够看得见 快乐伤悲 也是我的眼泪 我的笑 只是 完美的表演 听说北极 下了雪 你可会 也觉得 他很美 这首歌也是一首非常有名的 男女对唱曲 我个人蛮喜欢这首歌的 因为我觉得 陈慧玲跟冯德伦 他们的声音的契合度蛮高的 然后这首歌的旋律感 也是蛮蛮好的 所以听起来就是一首 很和谐的男女对唱曲 我觉得这首歌的副歌很好听啊 而且 有点像 我觉得是不是陈慧玲 最接台湾地气的一首歌啊 因为他其实唱了蛮多 抒情歌曲或者是快歌 我觉得岗位都还是蛮重的 但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就是非常 是属于那个年代的那种 KTV时期的 大家会喜欢 对对对 我自己觉得陈慧玲在台湾最红的歌 都是男女对唱曲 你记不记得 除了这首歌之外 还有那个 制造浪漫 跟郑中基的 对对对 反倒是他个人 反倒是他个人的独唱曲 好像就没有这种男女对唱曲来得受欢迎 我个人觉得啦 是 不过可能也跟 我觉得陈慧玲的声音在这个男女对唱的时候 我觉得他配合的程度很高 嗯嗯嗯 因为他的声音其实就 还是 我觉得他有很 他声音中有很大的空间 而且他的歌唱技巧其实也不错 他会去抓跟那个男歌手之间的契合度 对对对 我觉得其实 梁永齐也是啦 我觉得他们都是在这个男女对唱上面 还蛮有本事的女歌手喔 就是 所以现在回想起来 诶 陈慧玲在90年代 这么多来台湾发行的歌中 哪一首真的大家最有印象 诶 说不定还是北极雪喔 对 而且你记不记得啊 冯德伦 他那时候有点像是先从这首北极雪 先来测水温 他后来也在台湾发了一张个人专辑 对我还有一点印象 冯德伦也是一个很典型的 就是明明可以靠脸吃饭就好 但是就是一定要走那个 那个创作路线喔 所以说后来当演员 然后也当导演嘛 就明明是个大帅哥 但是他就是走了不同的路这样子喔 接下来这首歌咧 这个歌手我们真的是 之前在那个 那个张宏亮那一集喔 介绍过他唱的歌 这样子喔 很难得的要再介绍一首他的歌喔 张克凡 演唱的《寂寞轰炸》 每天这个时候 心都特别寂寞 在床边吹入泪会流 回想你在的时候 我们多快乐 常常只想望一眼握着手 就觉得胸口暖和了 这应该也是张克凡最后一首国语代表作吧 这也是小刚帮他写的一首 很好听的一首带着节奏燃掉的抒情作品 对就是单身男子的心情嘛 然后写词的再一次隆重介绍姚若隆老师 姚老师又来了 真的很厉害 对 姚老师之前都是写女生的心情 写的特别的这个 这个这个犀利嘛 对不对 他写单身男子的心情 也写得很好 他说说话 不在乎是笑话废话或傻话 只要自己别一个在家 喝吧 沉默的喝吧 朋友别怪我要讲又没讲 心里太乱会像哑巴 这真的是非常男生的情绪 对他真的写男写女 真的都非常的出色 然后再来这首歌 我觉得张克凡 他的声音就是干净 又带着有张力的感觉 我觉得他来唱 由他的声音来唱这首歌 我觉得也是特别的好听 对 而且我觉得小刚这首歌的曲 写的真的蛮好的 就是在流畅的 舒缓的 就是这个的过程中 然后还是可以听到那个起伏 好 那个声音的起伏 我觉得那个处理的蛮好的 这个张克凡 虽然是这个偶像男团出来的 洪海儿的主音歌手 但是其实我一直是蛮喜欢 他的歌唱实力的 是 所以我觉得这是 周传雄小刚给了他这首歌 应该是真的是生涯最后一首代表作 但是我觉得不错 就是这个歌跟他之前唱的什么 用尽一声的爱又不一样的感觉 就是另外一种新的音乐的风格 张克凡是偶像男团 洪海儿的歌手 接下来又要介绍的 也是男子偶像团体 经典男子偶像团体的歌 你有想过会介绍到他们的歌吗 我们到底是不是之前在 电视剧的主题曲 我们有介绍到这首歌吗 我印象中好像没有 我知道我还特别回去听那一集 我没有印象有介绍到这首歌 那我们今天真的就是要 郑重介绍这一首神曲了 神曲 5566的我难过 我难过的是放弃 你放弃 爱放弃的梦被打碎 珍珠被爱 我以为 是成千 你却说你更不愉快 我难过的是 忘了你忘了 爱尽全力 忘记我们 真心相爱 别忘了 告诉你 失去的不能重来 我难过的是 放弃你放弃 爱放弃的梦被打碎 忍住被爱 我以为是成千 你却说你更不愉快 我难过的是忘了 你忘了爱 静静全力 忘记我们 真心相爱 别忘了 告诉你 失去的不能 我真的没有想到 我们今天会介绍 5566的歌 我真的没有想到 但是你介绍小刚的创作 不介绍这首歌 不行啦 这是这种罪过 因为这首歌太红了 这个时候 我想问 这首歌 因为我大概 我有特别上网去查了 这下这首歌为什么红 我个人也是觉得非常的惊奇 因为毕竟这首歌红的时候 我没有注意到这首歌 这首歌可以说是从网路上面发酵 出来的歌 尤其是在PTT PTT的乡民们 我觉得这是乡民的力量 把他的这个后续的效应 整个做起来的歌 而且乡民的力量 其实又带着有一点点恶搞的趣味 意思就是呢 因为5566并不是真的是 好啦 也许我们可能这样说 也不是特别妥当 也许他不是个歌唱技巧特别好 或者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个偶像团体 但是呢 在乡民 乡民可能就会特别去拱这件事情 他其实就是带着一件反串 有小小的嘲讽的感觉 这首歌是那个2002这个偶像剧 MVP情人的片尾曲 这个这首歌因为那时候 那时候网友乡民 就是因为这首歌 他们就有一个流行词 叫做五六不能亡 就是但他到底是包是匾 然后这个大家各自去定义这样子 但那个时候就是无论是说他是神曲 或者说五六不能亡 其实都是带了一种 就是乡民调侃 这个偶像男团的意味在里面 但无论如何 就是这首歌本身的流行度 还蛮是够的 加上乡民的炒作 后来这首歌的确就是成为了代表作 这个孙邪志曾经感谢这个周传雄小刚说 他说如果五五六六是天团 那周传雄就是天师 就是老师的那个师 然后那个许孟哲 他也曾经就是人家问他说 我难过在你心目中是什么样的地位 许孟哲是说 他说他不认为我难过是首拔 拔辣阁 他说他是黄金大拔辣 就是许孟哲也自己有点在调侃 调侃就是乡民们对这首歌的关注 非常的惊人 这样子 在这个2017年 这个网络温度计的统计 我难过被列为 八年级经典歌曲的第三名 天哪 我觉得大家是真的认为 这首歌是一首神曲 还是大家真的就是故意要去反串 说这首歌是一首神曲 我觉得这个东西 我觉得现在已经变得有点不可考 就是你很难去找到 但我相信当年这个五六的歌迷 一定是喜欢这首歌的 那可能然后这个乡民就拿这个事情 来做一些反讽 然后就说对啊对啊 我的五六最棒 五六不能忘 我难过这首歌就是神曲 然后用这种方式 然后大家在互相的回应 留言 然后就造就了一个很特殊的奇迹 这个在我们介绍这么多歌里面 这也算是很特别的一首歌 我难过 除了这种重口味的我难过之外 小刚也有比较清新的作品 对我们最后的收尾 就是要收回一些比较清新的感觉 我们最后一首周传雄的作品 我们要介绍的是 2001年苏惠伦秋天的海 长半夜醒来 寂寞的幻想 若推开楼窗 能看见到好 没遗忘时候 它是否存在 它选择离开 也否定了爱 从那一天起 我发现自己 我不分思了 不想有未来 这是首很有气质 而且它的编曲 是不是有点那种不插电感觉 就是 对对对 这其实不是主打歌 应该是 完全是 严格来说 是偏冷门的小品歌曲 对 可是这首歌 我个人非常喜欢 我觉得一方面是 它的曲式就是偏民谣 然后再来是 这首歌 很特别的是 它从第一句开始 就有很明显的 附声道的和声 贯穿了整首歌曲 然后再来是 这首歌 如果你去看看它的歌词 这首歌的歌词 是姚清写的 它都是五个字 五个字为一组 我觉得它连歌词 都有蛮特别的 一个巧思在里面 感谢少爷 帮我们发掘 《恋恋真言》里面 另外一首 就是 可能比较 大家不会注意的歌 《秋天的海》 分析的蛮有趣的 等于我自己听的时候 对我来讲 它就是一首小品的歌 特别把它介绍出来 然后我也是 之前我听的时候 我也没有注意到 它是小刚的作品 就是 可以感觉出来 小刚除了可以写 《我难过》 这种黄金大拔蜡之外 也可以写 《秋天的海》 这种 清淡口味的水蜜桃汁 对 不一样的感觉 对 所以我们今天这一集 就介绍了三个 书生系的歌手 有学长 有鸿鸣 有同学 明龙玄 也有辅导老师 辅导哥哥 小刚 或者是后来的 后来的不羁男神 周传雄 周传雄 对 小刚 周传雄 这个前后的差距还蛮大的 介绍的这些 其实主要是强调了 就是这些 都是台湾 其实蛮重要的 创作人 然后可能是大家不会刻意 去把他们的作品拿出来 做系列的介绍 那我们今天就把他们的作品拿出来 系列介绍 让大家听听看 属于那个年代 不同的创作者 创作出来 好听的流行曲 没有错 所以关于创作歌手的作品 其实我们应该还是会继续的推广 跟介绍下去 对 说不定知音时间就会出现你的留言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拜拜 感谢收听还在听Podcast 对节目有任何意见 或是有想听的主题 都欢迎来还在听脸书专页 或是First Story的留言区 留言分享给我们 这一集介绍到的歌曲 都会制作成YouTube歌单 放在我们的资讯卡里面 当然我们更推荐去各大串流平台付费收听 享有更好的聆听品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